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夏季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秋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上架了 我们面前的这些大花球,每一盆都开得非常的美 除了往年比较常见的一些橘色的、大红色和粉红色之外呢 还多了一些非常可爱的糖果色 这边有两盆非常美的糖果色小厨局,我们来走近看一下 这个花色给人非常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个花的花色也是非常的有层次感 由于花期的不同,它同时会呈现出霉红色、深粉色、淡粉色 还有乳白色和亮黄色 但是所有的花色都非常的干净透亮 并不会让人觉得艳俗 目前看上去,它的整个株形非常的圆润饱满 整个植株几乎都被花朵所覆盖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还有非常多的小花苞正在生长阶段 还有很多的花苞还没有打开 我个人觉得选购这样的植株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买回家之后,它立即就可以起到装饰的效果 马上就可以有花看 而且后续还会不断的有花苞,陆陆续续的开放 这个糖果色的花真的是很美 比起传统的橘色和大红色的花,感觉要更耐看一些 这个花就是我们每年秋季都可以看到的Garden Mom 它是属于菊科,它的花期是从每年的夏末一直持续到深秋 这个大盆的Garden Mom,一盆是17.98 除了大盆,还有一些小盆的,一盆是8.98 这边这个紫红色的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只是大部分的花苞还处于生长阶段 有小部分的花苞已经打开了 不过它的这个花色还是很喜庆的 当它的花苞完全打开之后呢,远远望去 很像一个个的大红灯笼,非常的美 这边的这个粉红色的Garden Mom,颜色也是挺特别的 因为它并不是传统上的嫩粉色,或者是深粉色 这个粉色有一点点的自来旧,但是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Garden Mom的花形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每一朵花都非常的精致饱满 我在这边看到了一盆非常有仙气的Garden Mom 这个花色非常的干净透亮 我们来近看一下它的花色 它的这个非常美的紫粉色花瓣 搭配着这个亮黄色的花蕊 整个花朵显得更加的精致了 炎热的夏季看着这样的花色 顿时感觉清凉了不少 秋花当然要有秋色 这个橘红色的花就非常的有代表性 一看到这样的花色就让人感觉秋天好像快要到了 这个花色其实还是很美的 对于比较喜欢暖色系的花油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说起暖色系 这边还有一款非常特别的橘色 这个花色有一点怀旧的风格 在它花期的时候呈现出来一种干花的感觉 也是别有一番美感 它旁边的这盆黄色虽然是不同的花色 但是呈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一个效果 这边还有一些混合花色的盆栽 虽然这些花色都各有不同 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花色都非常的干净明亮 这个Garden Mom虽然是多年生的一种草本花卉 但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商家都把它当作一年生的花卉来出售 因为它们很难在花园里面过冬 如果你是住在中六以上的地区 在9月份之前就把这些花卉递栽的话 它们是可以在花园里面过冬的 那如果是9月份之后才递栽的话 它就很难在花园里面扎根 所以也很难在花园里面安全过冬 那今天我们看花就先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也欢迎大家搜索夏拉养花 观看更多养花视频